各位同學好 我是馮漢榮老師 我會介紹一下今天怎樣做這個導電墨水畫 導電墨水畫可以很簡單可以很複雜 平時通電我們用電線 現在這個導電墨水 金金色這個就是導電墨水 這兩粒黃色是電池 我一按 中間的燈膽會亮 這就是導電墨水畫 首先這粒是電池 首先這粒電池 這邊表面是正的 看到正的 正的呢 這裡駁出來是正的 後面相反就是負 駁出來這隻腳是負的 LED燈 留意一下 看不見到 一邊長一邊短的 長那邊要薄正的 短是薄負的 這邊長一點的 長那邊薄正短薄負 我們用消焊器 把兩個電池和LED燈 在一起 我做給大家看 好 首先 電池的正在這邊 負在這邊 那我把LED燈膽 拿出來 把LED燈膽 長那邊是正的 要薄正那邊 好 OK 那我先薄 我這樣做也行 對了 OK 一會再慢慢屈 把電池的彎位 好 這一刻呢 我要用這個 焊石 即是我們 和這個 電焊器 熱焊器 即是俗稱 辣雞 那就將 燈膽 焊在電池上 不然就很鬆的了 好 我插了電一會兒 好熱的了 小心不要辣 OK 好 焊在一起了 鎖下去 OK 大家見到 那個 那個 那些焊石 點了下去 兩個金屬腳 和那個電池 那個 就會黏在一起 對了 好 接著 我試一下 能否通通電 燈膽 其實可以之前試 都可以的 不過通常的燈膽都沒有問題 那我先鑊一條完整電路 先用電線 哇 OK 好漂亮 好 如此地我可以看不同的燈 的燈 記住 這個是正極 長那邊是正 短那邊是負 那紅色那個呢 正要鑊一個負 OK 長那邊 這個是正 鑊一條 鑊一條 短那邊 鑊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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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燈時呢 其實也有少許技巧 將燈雞線 鑊在燈雞裡 就可以了 這樣就燈緊了 好 好 我燈了左邊 又燈了右邊 跟著中間才燈在一起 這樣就容易些 OK 那來了 哇 要給少許時間 給少許時間去攤冷 OK 跟著我又找一條電線 試一下 著不著燈 跟著我又找一條電線 試一下著不著燈 普通的一條電線 放下去 OK 哇 著燈 那就是成功了 那有了這些零件之後呢 我就 再 去畫一幅畫 用導電墨水 好 這裡我做了三個零件 那我找一條電線 又試一下著不著 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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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跟著畫畫 那我們首先 用膠紙 將這兩個 貼上去 我們畫的線條 盡量要短 因為 這樣才容易些 通到電 那我畫了 這支是導電墨水筆 我畫了 盡量畫短一點 那條路 好 我畫個人啦 好 那我想它快點乾 我吹乾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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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便 好 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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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為普通修飾呢 例如我畫一個小嘴給他 笑 這個像一個人 我繼續畫 這是其中一個作品 我想我做一個簡單的開關 用一張紙 塞住那個 導電墨水和接觸位 因為這兩個這樣 就通不到電的 我塞住 燈就關掉了 我拔走 張紙 又開燈 這個做一個簡單的開關 好嗎